一名机车骑士行进基隆市七堵区自制街的时候被后方车辆发现 骑程的机车竟然用电纹拍挡住了车牌 夸张的改装方式放上网路引来了一片踏乏 而警方也提醒类似的改装导致不能辨识车牌 最高可以罚到9000元 基隆市七堵区自制街口 一辆机车行驶在前方 但仔细一看后面悬挂一纸电纹拍 不打紧还直接掉在车牌上面挡住号码 大摇大摆骑上街头摆明就是在跟法律挑战 这个违反了我们包入车车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 它是安装器具使之不能辨认车牌 这个是要处罚2400到9000块的新台币 夸张的改装行为让后方驾驶看不下去 放上网路立刻引起一片踏乏 质疑这样的行为就好像要去做坏事 一路狂闪红灯纷纷要版主赶快去检举 基本上如果网友有提供比较明确的试证的话 我们可能可以依照那个监制器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机证去找看看 可不可以找到这位车 警方提醒文派改装车 已经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三条 安装器具使之不能辨识车牌 恐怕得吃上最高9000元的罚单 民众上街还是不要任意改车遮牌 自以为能钻法律漏洞 最后遭到警方开罚 反倒让荷包越露越大 记者蔡志恒 基隆采访报道